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光影流转》,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霍比特人龙的贪婪,珠宝是塑料的 2.疯狂动物城,动物配音源真模仿 3.银河护卫队中的树人,只会说三个字 内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霍比特人龙的贪婪,珠宝是塑料的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托尔金的中土世界中那位名声显赫的巨龙,史毛格,smoke,以及他对珠宝的无尽贪婪 想象一下,如果霍比特人中的珠宝其实都是塑料的,那会是一个多么荒谬又有趣的情景 首先,我们得承认,史毛格是个相当有品味的龙 他不仅仅满足于堆积金币,还对珠宝有着近乎病态的迷恋 但是,如果这些珠宝其实都是塑料的话 那么这位龙先生可能就成了中土世界最大的收藏家,收藏着最廉价的玩具珠宝 想象一下,史毛格在埃勒波尔,埃勒波尔的深处 躺在一堆闪闪发光的塑料宝石上,自以为是的嘲笑那些愚蠢的矮人和人类 他们竟然不知道这些宝石的真相 他可能会说,哦,这些愚蠢的两族生物,竟然以为我会对真正的宝石感兴趣 哈,我只对最高级的塑料感兴趣 那些可以在太阳下闪耀的,不会因为龙火而融化的塑料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塑料在托尔金的中土世界并不存在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石油的世界,塑料是由石油制成的 所以,如果史毛格真的坐拥一堆塑料珠宝 那么他可能就是中土世界最伟大的炼金术士 或者说,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比尔博、巴金斯、Belbo Baggins的困境 他被派去偷取史毛格的宝藏 但是当他发现这些宝石其实都是塑料时 他可能会感到非常困惑 他可能会想,我是不是应该告诉索林 像木顿、Forey Oakenshield和其他矮人 他们祖先的宝藏其实是一堆廉价的玩具 还是应该保持沉默 让他们继续相信这些宝石的价值 最后,如果霍比特人中的珠宝真的是塑料的 那么这个故事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关于真相和幻觉的预言 以及一个关于即使是最强大的生物 也可能被简单的欺骗所愚弄的故事 而史毛格,这位自诩为聪明的巨龙 可能就成了中土世界最大的笑话 不过,幸运的是 托尔金给了我们一个充满奇幻和真正宝石的故事 而不是一个塑料玩具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疯狂动物城 动物配音人真模仿 疯狂动物城 Zootopia是迪士尼在2016年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 以其精彩的剧情 生动的角色以及深刻的社会寓意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 影片中的动物角色 由一群才华横溢的配音演员们赋予了声音和生命 而这些演员们在为角色配音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用声音演绎 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这些动物的行为和特点 以便更加真实地传达角色的个性 想象一下 如果动物们真的像影片中那样 穿上西装 打上领带 走进录音棚 那将是一幕多么有趣的场景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只穿着紧服的兔子 朱迪·霍普斯紧张地调整着麦克风的高度 而一旁的狐狸 尼克 王尔德则悠闲地靠在墙边 用他那狡猾的微笑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在现实中 配音演员们为了更好地进入角色 他们会观察真实的动物行为 模仿他们的声音和动作 例如 为朱迪配音的演员 可能会尝试模仿兔子的快速呼吸和活泼的动作 以此来表现朱迪的活力和乐观 而为尼克配音的演员 则可能会学习狐狸的懒洋洋的步态和脚侠的眼神 来营造角色的狡猾和机制 这种模仿不仅仅是为了娱乐 它还帮助演员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角色 从而使得角色的情感和个性更加丰富和立体 当然 这些模仿也带来了不少幕后趣事 想象一下 一位高大的男性配音演员尝试模仿一只小小的甲虫 或者一位温文尔雅的女性配音演员 试图发出一头大象的咆哮声 这些场景无疑会让整个录音棚充满欢声笑语 总之 《疯狂动物城》中的动物配音员们 不仅用声音 还用心灵和身体去模仿这些动物角色 他们的努力和才华 让这个充满想象的动物世界变得栩栩如生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乐和启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银河护卫队》中的树人 只会说三个字 《银河护卫队》 《Guardians of the Galaxy》是一部充满幽默 动作和科幻元素的电影 它基于漫威漫画 《Marvel Comics》的同名超级英雄团队 在这个多彩的角色制容中 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成员 格鲁特 Groat 他是一种外星树人种族的成员 拥有令人惊叹的生长能力和再生能力 但最有趣的是 他的词汇量极其有限 他只会说三个字 I am Grote 即我是格鲁特 现在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且带点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位只会说三个字的树人 首先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格鲁特的词汇量 可能让任何语言学家都感到绝望 想象一下 你试图教授这位树人第二语言 而他只能回答我是格鲁特 这无疑是最极端的单词 学习障碍案例 但是 这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一个生物只能说三个字 它如何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 这里的关键在于语调 语境和非语言交流 格鲁特的声音演员和动画师们 必须非常巧妙地使用这些工具 来传达他的意图 事实上 格鲁特的声音演员 著名的演员文森特 迪诺夫里奥 Van Diesel 为了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语气 录制了成百上千遍的 我是格鲁特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格鲁特的生理结构 必须非常独特 以支持他的赞生能力 他可以从一小块树枝 再生出整个身体 这在现实世界的植物中 也有所体现 比如某些植物 可以通过扦插繁殖 但格鲁特的能力 显然是这种现象的 超级英雄版 此外 格鲁特的社交能力 也非常有趣 尽管他的词汇量有限 但他与队友之间的关系表明 真正的沟通 远远超出了言语 他与火箭幻猫 Rocket Raccoon 的默契尤其突出 这对组合常常让人想起 那些即使不说话 也能彼此理解的老朋友 最后 从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看 格鲁特成为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流行文化偶像 他的简单而深刻的 我是格鲁特 不仅成为了一句流行语 还体现了一个哲学思考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 有时候 简单就是最好的 格鲁特用他的行动 而不是话语 来展示他的品质和决心 这是一个值得 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教训 所以 尽管格鲁特的词汇量 可能让任何词点都感到自卑 但他的存在证明了 即使是最简单的词汇 也能在正确的上下文和情感支持下 传达无限的意义 在银河护卫队的宇宙中 这位只会说三个字的庶人 教会了我们 不管形势如何 友谊和忠诚的力量 总是能够超越言语的界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一下 我们在这期节目中 讨论了霍比特人中龙的贪婪 疯狂动物城中 动物配音员的模仿 和银河护卫队中的树人格鲁特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 创作者们的想象力和幽默感 同时也带给观众们 欢乐和启示 对于史茅格来说 如果他所追求的珠宝 其实都是塑料的话 那他可能会成为 中土世界最大的收藏家 收藏着最廉价的玩具珠宝 然而 由于中土世界没有塑料 这个故事中的情节 可能只是一个幻觉 让我们笑笑就好 在《疯狂动物城》中 动物配音员们的模仿 不仅仅是为了娱乐 更是为了更好的理解 和传达角色的个性和情感 他们的努力和才华 带给了观众们 一个充满生命力 和真实感的动物世界 最后 在《银河护卫队》中 格鲁特的三个字 我使格鲁特成为了 一个意想不到的流行语 并教会了我们 简单就是最好的 他用行动证明了 友谊和忠诚的力量 总是能够超越言语的界限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史茅格 动物配音员 还是格鲁特的故事 你有什么见解或者疑问呢 欢迎留言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当学霸遇上电子表 秒针下的爱情 二红旗渠的青春 汗水与理想的交织 三小暴停的故事 阅读与等待的浪漫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当学霸遇上电子表 秒针下的爱情 好吧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充满智慧与科技的爱情故事 当学霸遇上电子表 在一个充满数学公式和物理定律的世界里 有一位学霸 我们就叫他阿尔法 阿尔法的生活中 充满了精确的计算和严谨的逻辑 他的心跳节奏 都像是被微积分控制住一样规律 然而 就在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里 阿尔法的生活被一个闪亮的电子表所颠覆了 这个电子表不是普通的电子表 它有著一个名字 叫做贝塔 贝塔不仅仅能够精确地显示时间 还能够测量心率 技步 甚至还有智能提醒功能 当阿尔法第一次带上贝塔 他的心跳竟然开始与秒针的跳动同步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尔法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贝塔 每当他需要专注于解决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时 贝塔的计时功能就像是一个静默的激励者 提醒他每一秒都在逼近答案 每当他在实验室里进行精密的实验时 贝塔的记步功能就像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记录住他每一步的进展 但是 最让阿尔法着迷的 是贝塔的心率监测功能 每当他看到贝塔的心率显示 他就会想到自己的心脏 想到那个被数学和科学填满的心房 是否也有一个空间 能够为某种不那么理性的情感所占据 于是 在一个充满数字和算式的世界里 阿尔法开始寻找那个 能够让他的心跳加速的未知变数 他开始意识到 爱情这个复杂的方程式 可能需要比他所学的所有知识 更多的智慧来解开 有一天 当阿尔法在图书 管理研究一个特别棘手的物理问题时 他的目光不经意坚与一位 同样埋头于书本的女学霸相遇 他的眼神中闪烁住对知识的渴望 而他手腕上带住的 正是和贝塔一模一样的电子表 就在那一刻 阿尔法的心率显示突然飙升 而秒针似乎也跳得更快了 他意识到 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未知变数 这就是秒针下的爱情 从此 阿尔法和那位女学霸一起探索住爱情的奥秘 他们的电子表不再只是时间的记录者 而是他们共同旅程的见证者 在这段有智慧和科技编织的爱情故事中 阿尔法终于明白 即使在最精确的计算之下 爱情这个变数 永远是最难以预测 也是最值得追寻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红旗渠的青春 汉水与理想的交织 好的 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长河 探索一个关于汉水 理想与青春交织的壮丽史诗 红旗渠的故事 红旗渠位于中国河南省灵州市 是一项大型水利工程 它的建设历程堪比一部现实版的摔跤吧 爸爸 只不过这里的主角是成千上万的农民 而他们摔跤的对手 是贫瘠的土地和缺水的困境 在20世纪60年代 临县 县灵州市 的人民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他们的田地就像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 充满了激情和梦想 但又干渴地让人心疼 于是 他们决定不再等待天上掉线饼 而是要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他们的计划就是建造一条渠道 将太行山上的水引到干旱的平原上 这个想法听起来简单 但实施起来 难度可比当时的太空竞赛 这不仅仅是一场与自然环境的较量 更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 工程历时十年 动用了数万名农民 他们用双手和简陋的工具 在崇山峻岭中凿石开渠 创造了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讲个有趣的故事 当时的工程队员们为了节省时间 竟然在悬崖上搭建了临时的板床 就地吃住 这种空中宿舍可谓是高空版的Airbnb 只不过没有五星级的服务 有的只是无尽的风和路 红旗渠的建设不仅仅是一项工程 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那些年轻的面孔 那些低落的汗水 那些坚定的眼神 都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证明了一个道理 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只要你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今天 红旗渠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朝圣 它不仅仅是一条渠 更是一条流淌着青春 理想和坚持的河流 每当我们谈起这段历史 都不禁会感慨 那些年轻人真是太能干了 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改变了一片土地的面貌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困难重重时 不妨想想红旗渠的故事 也许你会发现 你的问题 其实并不算什么 毕竟 如果一群农民 能够在没有现代技术的情况下 建造出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 理由说 自己做不到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小暴婷的故事 阅读与等待的浪漫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小暴婷的故事 这个小小的暴婷 不仅是纸张和墨水的集散地 更是阅读与等待浪漫的交汇点 想象一下 清晨的街角 一个满是报纸杂志的小亭子 它就像是城市的心脏 每天跳动住新鲜资讯的脉搏 暴婷老板 那位城市的资讯守门人 总是比太阳还早起 为了让第一旅程光伴 随着新闻送到每一位早起的鸟儿手中 暴婷不仅仅是购买报纸的地方 它还是一个社交的场所 在这里 你可能会遇到那位 每天都来买同一份报纸的老先生 或是那位总是匆匆忙忙 只抓一本时尚杂志 就跑的时髦女士 他们或许不曾交谈 但在暴婷这个小小的舞台上 他们的生活不经意地交织在一起 而等待 这个被现代人视为浪费时间的行为 在暴婷前却变得浪漫起来 想想看 当你在暴婷前等待住那份吃刀的特刊 你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 你开始观察四周的人们 听住街角的喧嚣 甚至开始注意到 那只总是在同一时间飞过的麻雀 这不就是一种生活的失忆吗 暴婷也是一个故事的宝库 每一份报纸 每一本杂志都承载着无数的故事 等待着被读者翻开那一页 而暴婷老板 有时候也会成为故事的传播者 他们会告诉你哪一份报纸的专栏最精彩 哪一本杂志的封面故事最引人入胜 他们的推荐 往往比任何算法生成的个性化 新闻推送更加贴心 当然 随着数位时代的来临 小暴婷正面临住前所未有的挑战 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了人们 获取资讯的主要工具 暴婷的浪漫似乎正在慢慢褪色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 那份纸张的触感 墨水的气味 以及与暴婷老板交流的人情味 是任何数位设备所无法复制的 所以 下次当你经过街角的小暴婷时 不妨停下脚步 买一份报纸 和老板聊聊天 你会发现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小暴婷依然保有住 一份阅读与等待的浪漫 而这份浪漫 正是我们在数位浪潮中 不可或缺的一缕温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三个不同世界的故事 当学霸遇上电子表 红旗渠的青春 以及小暴婷的故事 这些故事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 但它们都蕴含着一种特别的浪漫和情感 在当学霸遇上电子表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科技和智慧 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阿尔法这个学霸 透过贝塔这个电子表 开始体验到爱情的浪漫和不可预测性 这告诉我们 爱情不仅仅是一个方程式 还需要智慧和勇气去追寻 红旗渠的故事 则向我们展示了一群农民 如何以他们的汗水和理想 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多大困难 只要我们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就能克服一切 最后 小暴婷的故事 让我们回味起 阅读和等待的浪漫 在这个数位时代 我们往往被快速的资讯所淹没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 纸张和墨水 所带给我们的触感和氛围 小暴婷是一个 可以阅读和交流的场所 它让我们重新体验到 阅读的乐趣和等待的浪漫 所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节 或者你对这些故事 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期待着和你们的交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餐百谱 各大菜系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醉舞大虾 酱酒演绎的海味芭蕾 二 脆皮烤鸭 酥脆飘香的京城传奇 三 银丝炒蛋 丝滑交织的早晨曲调 内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酱酒演绎的海味芭蕾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将要探讨的 不是舞台上的天鹅狐 也不是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 而是一场发生在餐桌上的 独特表演 酱酒演绎的海味芭蕾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位主角 大虾 大虾 这位海洋世界的芭蕾舞者 以其优雅的身姿 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但今天 我们要谈的 不仅仅是大虾本身 而是他如何在酱酒的伴随下 跳出一场醉人的舞蹈 醉舞大虾这道菜的创意 来自于中国的传统烹饪技艺 在这场海味芭蕾中 酱酒扮演珠音乐和灯光的角色 为大虾的每一个动作 增添情感与深度 当大虾在热油的锅中翻滚 酱酒悄然登场 他的香气 如同乐团的第一个音符 瞬间吸引了 所有观众的注意 随着酱酒的加入 大虾开始了他的醉舞 酒精的蒸发 带来了一阵阵的火焰 这是舞台上的特效 让人惊叹不已 大虾在这火焰中翻滚 他的壳剑渐变的鲜红 如同舞者身上的华丽服装 而酱酒的香味 则缭绕在空气中 犹如舞台上飘动的沙巾 引人入胜 这场舞蹈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 更是为觉上的极致享受 酱酒的咸香 与大虾的鲜甜完美融合 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 海洋与田野的交响曲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艺术的演绎 是对食材与调味的极致尊重 当然 这场醉舞大虾的演出 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完成的 它需要处示精湛的技艺 对火候的精准掌握 以及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时刻 都要恰到好处 才能让这场海味芭蕾 达到完美的高潮 最后 当大虾在盘中安静地躺下 它的舞蹈已经结束 但它带给我们的感动 却久久不能散去 这就是醉舞大虾 一道用酱酒演绎的海味芭蕾 一场让魏蕾与心灵 共同起舞的盛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脆皮烤鸭 酥脆飘香的京城传奇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个让人垂涎三尺 闻香下马的京城美食 脆皮烤鸭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段历史 一个传奇 一场为垒上的盛宴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古代北京 当时称为大兜 想象一下 你穿着华丽的长袍 走在繁华的时期中 忽然一阵 酥脆飘香扑鼻而来 那就是烤鸭的香味 它如同一位风情万重的舞者 在空气中翩翩起舞 诱惑住每一个路过的行人 脆皮烤鸭的历史 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 但真正风靡是在元朝时期 当时的烤鸭店 就像今天的快餐店一样 随处可见 到了明朝 烤鸭已经成为宫廷菜肴 而清朝时期 它更是达到了巅峰 成为了皇帝的挚爱 传说乾隆皇帝为了这道菜 可以一口气 吃掉好几只烤鸭呢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脆皮烤鸭的制作工艺 这可不是随便找只鸭子 烤一烤那么简单 首先 选鸭是一门大学问 得是肥而不腻 皮不肉嫩的北京甜鸭 然后 这鸭子还得经过一番特殊的处理 包括吹气 挂风 烤制等等 每一步都得精准到位 稍有不慎 就会功亏一篑 烤制过程中 大厨们要像指挥家一样 精准控制火候 让鸭子的皮脆肉嫩 色泽金黄 这可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最后 当那鸭子在炭火中缓缓旋转 皮肉之间的脂肪慢慢滴落 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 那一刻 你知道 一道完美的脆皮烤鸭即将诞生 当然 吃烤鸭也是有讲究的 你得用薄如柴翼的饼皮 加上鲜嫩的葱丝 甜面酱 还有那酥脆的鸭皮和多汁的鸭肉 一卷一咬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妙啊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是对味觉的极致挑逗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品尝脆皮烤鸭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段历史 一个传奇 是无数厨师智慧和匠心的结晶 现在 你还等什么 赶紧去寻找你的烤鸭盛宴吧 只是别忘了 吃多了 可是会长胖的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银丝炒蛋 丝滑交织的早晨曲调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 看似平凡无奇 确运含助身奥哲学的早晨乐章 银丝炒蛋 首先 让我们从这道菜的名称开始解构 银丝 这两个字就像是一位诗人 对于清晨第一缕阳光的美好寄托 它们代表着淡丝的色泽 如同晨曦中的荧光 细腻而光滑 而炒蛋 则是厨艺世界中的基本乐章 每一个厨师都必须精通的基础技能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犹如一场精湛的交响乐 首先 我们需要将鸡蛋打入碗中 轻轻地搅拌 就像是指挥家挥动指挥棒 让乐器们准备开始它们的演出 然后 将蛋液倒入热锅中 这一刻 就像是乐曲的第一个音符响起 蛋液在锅中预热 开始慢慢凝固 形成丝状 接下来 厨师需要轻巧地翻动锅中的蛋丝 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 就像是演奏家在演绎一段复杂的独奏 蛋丝在锅中翻飞 丝与丝之间交织 最终形成一道丝滑细腻的炒蛋 这道菜的魅力 在于它的简单与纯粹 它不需要过多的调料 也不需要复杂的装饰 就像是一首只有单一乐器演奏的曲子 却能触动人心最深处的情感 银丝炒蛋的美味 在于它的温柔与细腻 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早晨的宁静与和谐 当然 这道菜也有它的变奏 有些人喜欢在蛋液中加入葱花 火腿丁或者其他配料 这就像是在乐曲中加入了新的乐器 让整个曲子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但无论如何变化 银丝炒蛋始终保持住它的核心 那丝滑交织的早晨曲调 最后 当这道菜端上桌时 它不仅仅是一道食物 更是一首诗 一段乐曲 一幅画 它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一刻的宁静与美好 这就是银丝炒蛋 一道简单却不平凡的早晨曲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道美食的故事 醉舞大虾 脆皮烤鸭和银丝炒蛋 这些菜品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背后蕴含着深奥的文化 和酱心的工艺 醉舞大虾用酱酒演绎了一场海味芭蕾 让我们的味蕾和心灵一同起舞 脆皮烤鸭是京城的传奇 它的制作工艺如同一场精湛的音乐会 让我们享受味觉的极致挑逗 而银丝炒蛋则是早晨的乐章 它的简单与纯粹 让我们感受到宁静与和谐 这些美食不仅仅是厨师的创作 更是对食材和调味的极致尊重 它们是一场艺术的演绎 一段历史的回顾 一个传奇的故事 每一道菜背后 都有厨师们的智慧和匠心 让我们在美食的世界中 寻找到乐趣和感动 现在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菜品 有什么样的感受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想要问我呢 欢迎你们留言讨论 我们一起来分享美食的乐趣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人嘱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用剪刀巧妙开罐头 二用吹风机快速运平衣物 三用保鲜膜瞧解耳环打结 内容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用剪刀巧妙开罐头 好吧 同学们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用剪刀巧妙开罐头 这不仅是一门技艺 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的艺术 首先 我们得回顾一下历史 罐头 这个伟大的发明 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拿破仑时期的法国 那时候 为了解决军队远征式的食物保存问题 政府悬赏寻找一种 能够长期保存食物的方法 最终 尼古拉 阿佩尔发明了罐头饰品 从此 人类的饮食习惯和保存方式 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然而 有趣的是 罐头的发明比罐头开启期早了 将近半个世纪 这意味着在那个时候 人们得用各种创造性的方法 来开启这些顽固的金属容器 据说 士兵们会用刺刀 石头甚至是子弹来开罐头 想象一下 在战场上 你鸡肠鹿鹿 却还得先和一个罐头 进行一场小型战斗 这简直是对食欲的极大考验 现在 让我们回到主题 用剪刀开罐头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绝望中的创意 或者是一种生活中的即兴发挥 当你找遍所有抽屉 却发现罐头开启器不翼而飞 这时候 厨房里的那把剪刀 就成了你的救星 但请注意 这可不是一般的剪刀 而是那种结实 锋利 能剪铁如你的剪刀 开罐头的过程 就像是一场手术 需要精准和耐心 你得小心翼翼地 在罐头盖的边缘 找到一个切入点 然后像是在 进行一场精细的舞蹈 轻轻松松地沿着边缘剪开 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的手臂肌肉 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锻炼 而且 你对物理学中的 杠杆原理的理解 也会突飞猛进 当然 这种开罐方式并不推荐 因为它既不安全也不卫生 但是 它确实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让我们思考 如何在没有专用工具的情况下 解决问题 这种能力 在我们的祖先那个时代 是生存的关键 而在今天 它则是一种创意 和自己自足的象征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一个 没有开启器的罐头时 不妨想想 这个小故事 也许 你会选择用剪刀 也许你会找到另一种方法 但无论如何 请记得 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都是一次 锻炼创意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 只是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建议你去买一个新的罐头 开启器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用吹风机快速运品衣物 各位尊敬的时尚达人 生活小能手 以及偶尔需要应急处理 衣物皱折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 那个在现代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神奇小工具 吹风机 以及它在我们的衣橱管理中 扮演的角色 首先 让我们穿越回古代 想象一下 如果距离夫人 在发现雷的时候 衣服上有个皱折 它会怎么办 显然它没有吹风机 但它有科学精神 而我们有吹风机 也应该有点科学精神 对吧 现在 让我们回到21世纪 当你发现自己的衣服 像刚从考古挖掘现场 出土的文物一样 皱巴巴时 你可能会想到运斗 但是 如果时间紧迫 或者你在旅行中 没有运斗怎么办 这时 吹风机就成了你的现代 魔法棒 使用吹风机 运品衣物 其实是一种物理现象的 巧妙应用 热空气能够放松纤维 而风力则帮助平整布料 这就像是给你的衣服 做一个迷你SPOT 让它们在热风的抚摸下 恢复平滑 那么 如何用吹风机 快速运品衣物呢 首先 你需要一个吹风机 这个很重要 没有吹风机的话 这个故事就讲不下去了 然后 找一个可以悬挂衣物的地方 比如衣架或者门背后 接着 将吹风机条置中高温 保持一定距离 对准咒者部分吹风 你可以用手轻轻拉平布料 就像是在给衣服做瑜伽伸展一样 几分钟后 你会发现 咒者就像青蛙 看到了蛇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当然 这个方法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 它可能不适用于 那些需要特别护理的高级面料 或者那些咒者 已经像古代地图上的山脉一样 根深蒂固的衣物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小技巧足以应对 日常生活中的小挑战 最后 让我们以一点幽默结束这次分享 记住 吹风机不仅可以让你的头发飘逸 还能让你的衣服平滑 它是你的个人造型师 也是你的急救小助手 所以 下次当你的衣服出现皱褶时 不妨对着它轻轻地说 别怕 我有吹风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用保鲜膜桥结耳环打结 好吧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 看似平凡却又充满智慧的话题 用保鲜膜桥结耳环打结 这个话题可不是小菜一碟 它其实蕴含住人类对于 日常生活中小困扰的巧妙应对 展现了我们种种创意的火花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个场景 一位贵族女士 或者说 一位时尚达人 在准备出席一场盛大的舞会 她打开珠宝盒 却发现那对最爱的耳环 竟然不堪重负 缠绕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金属结 这时 她的心情可能比发现 自己的马车轮胎爆了还要糟糕 但是 就在这位女士准备放弃 改代另一对耳环时 她的侍女 或者现代版的故事中 就是她的侍友 拿出了一个神奇的工具 保鲜膜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就是那个用来包裹三明治 保持食物新鲜的那个东西 侍女 或侍友 巧妙地将保鲜膜 铺在一个平面上 然后将打结的耳环放在上面 接着 她用一根针 或者牙签轻轻地穿过保鲜膜 用其稳定性来辅助解开那些微小的肩 保鲜膜的粘性 让耳环不会乱跑 而且还能防止小配件不慎丢失 这位侍女 或侍友 的智慧和创意 无疑是对古老姐姐记忆的现代诠释 在古代 人们可能会用羽毛 竹签或其他手边的工具 来解开绳结或者线结 而在今天 保鲜膜这个厨房里的常客 竟然也能大展身手 成为解决现代生活小困扰的英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 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在我们眼前 只是我们未曾想到 它也提醒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品 往往潜藏住不寻常的用途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一堆打劫的珠宝 或者任何其他小麻烦时 不妨放开你的想象 也许解决方案就在你的冰箱里 静静地等待着你去发现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三种用简单工具 巧妙应对日常小困扰的方法 从用剪刀巧妙开罐头 到用吹风机快速运平衣物 再到用保鲜膜解开耳环打结 这些方法 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 也展现了人类的创意和智慧 从这些方法中 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在解决问题时的聪明才智 我们的祖先们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情况下 不断创造出各种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而今天 我们有了更多的工具和科学知识 可以更轻松地应对各种挑战 这些方法虽然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蕴含着一定的科学原理 比如 在用剪刀开罐头时 我们需要运用力学中的杠杆原理 在用吹风机运平衣物时 我们需要理解热力学中的热膨胀原理 而用保鲜膜解开耳环打结 则是利用了保鲜膜的粘性和稳定性 这些方法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技巧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告诉我们 在面对困难时 我们不仅要有创意和灵活的思维 还要善于发现身边的资源和工具 以及运用科学原理来解决问题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一起讨论和分享 你们对这些方法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创意和智慧 解决日常小困扰的方法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并提问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观点和想法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大逃亡 阿拉莫堡的英雄故事 二铁达尼号的未传之泥 钻石项链 三古罗马斗兽场的幕后英雄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大逃亡 阿拉莫堡的英雄故事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逃亡 哦不 这不是讲述一群人 从某个豪华监狱中逃出来的故事 而是一场发生在1836年的 阿拉莫战役 这场战役中的逃亡其实是一种比喻 因为那些英雄们没有真的逃跑 而是坚守到最后一刻 首先 让我们把时光倒流到19世纪的德克萨斯 当时这块地方还是墨西哥的一部分 德克萨斯的美国移民和一些不满的墨西哥居民 决定要独立 于是就爆发了德克萨斯革命 而阿拉莫堡 这个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小小船教室堡垒 就成了这场革命中的一个重要舞台 现在 想象一下 一群大约200名的士兵和志愿者 包括了像戴维·克罗克特 David Crockett 和吉姆·鲍伊 Jim Bowie 这样的边境传奇人物 他们在这座堡垒中 面对着墨西哥将军圣塔安娜 Santa Anna 指挥下的数千名士兵 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战斗 但这些坚定的防守者并没有选择逃跑 这场围攻持续了13天 从2月23日到3月6日 在这段期间 阿拉莫的守军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毅力 他们知道援军不会来 他们知道胜算渺茫 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战斗 这种精神 各位 就像是你在期末考试前夕 明知道全靠通宵达弹的备考也难以及格 但你还是决定拼一把 这种精神 就是阿拉莫精神 最终 在3月6日的清晨 墨西哥军队发起了总攻击 阿拉莫堡被攻陷 守军几乎全数阵亡 但这场战役的意愿超过其军事结果 阿拉莫的英雄们成为了牺牲自我 为自由而战的象征 他们的故事激励了更多的德克萨斯人加入独立的行列 记住阿拉莫 Remember the Alamo 这句口号成为了德克萨斯革命的战斗呼声 而这场革命最终导致了德克萨斯的独立 所以 虽然阿拉莫的守军没有实际逃亡 但他们的精神和故事 却逃脱了时间的束缚 成为了永恒的传奇 现在当你听到大逃亡这个词 你可能会想到一些戏剧化的越狱故事 但别忘了 有时候最伟大的逃亡 是那些留在历史中永不褪色的英雄事迹 阿拉莫堡的守军 他们没有逃出升天 但他们的故事却逃出了历史的笼罩 成为了不朽的传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铁达尼号的未传之泥 钻石项链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艘名垂青史的豪华客轮 铁达尼号 以及他身上那件闪耀柱神秘光芒的配饰 钻石项链 当然 这里所指的不是船上的任何真实珠宝 而是那颗在荧幕上让人目不转睛的海洋之星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点 海洋之星是虚构的 它是詹姆斯 塔梅隆为了他的1997年电影 铁达尼号所创造的 这颗蓝宝石钻石项链并不存在 于1912年那艘不幸的船上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索一下 如果这颗项链真的存在 它背后可能隐藏的故事 想象一下 如果海洋之星真的在铁达尼号上 它可能是某位富有乘客的珍藏 或者是一件即将交付给远方贵族的礼物 它的闪耀可能吸引了无数艳羡的目光 甚至引起了一些不还好意者的贪婪念头 在那个华丽的爱德华时代 这样的珠宝无疑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然而 当铁达尼号撞上冰山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这颗项链的故事也许就此被海水吞噬 或许它沉入了冰冷的大西洋深处 成为了海底生物的新玩具 或者它被某位幸运的乘客带上了救生艇 最终在某个富豪的保险箱里安然无恙 当然 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 现实中 铁达尼号的沉默 确实带走了许多珍贵的生命和物品 其中包括一些真实的珠宝 这些仪式的宝物至今仍然激发住人们的好奇心和探险欲望 而在卡梅隆的电影中 海洋之星最终被老年的Rose抛入了大海 向止住爱情 自由和放下过去的重担 这一幕 无疑是电影情感的高潮 也让这科虚构的钻石项链 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爱情传说 所以 虽然海洋之星并非真实存在 但它在人们心中所代表的意义 却比任何真实的珠宝都来得更加永恒 这就是铁达尼号上那颗未曾传说的钻石项链的故事 一个关于爱情 悲剧和人类想象力的美丽预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古罗马斗兽场的幕后英雄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古罗马时期最火爆的娱乐节目 斗兽场的幕后英雄 当然 当你听到斗兽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壮硕的决斗士 凶猛的野兽 以及热血沸腾的观众 但是 就像今天的好莱坞大片一样 背后总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人员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首先 我们得向那些设计和建造斗兽场的建筑师和工程师致敬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基础设施大师 想想看 古罗马的科洛赛姆 Coliseum 这个能容纳五万名观众的巨型建筑 不仅在当时是一项工程奇迹 即使放在今天 它的设计和结构依然让人惊叹 这些工程师在没有现代计算机和机械的帮助下 如何完成这样的壮举 至今仍是一个谜 接下来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负责授群的动物管理专家 这些人必须却保存远方捕获的狮子 老虎 熊和其他野兽 能够在斗兽场中展现他们最野性的一面 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 你得时刻保持警惕 否则 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午餐的一部分 而且 这些动物管理专家 还得懂得如何操控复杂的机械装置 让野兽在最刺激的时刻出现在观众面前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负责场地维护的工作人员 在一场场血腥的战斗之后 他们的迅速清理战场 准备下一轮的娱乐 这可不是什么光线的工作 但没有他们斗兽场的运作 就会陷入停滞 最后 让我们向那些在幕后默默付出的医生和治疗师致敬 他们负责治疗受伤的角斗时 使用当时的医疗知识来拯救生命 虽然他们的医疗技术与今天相比 可能显得原始 但在当时 他们无疑是生死之间的守护者 总之 古罗马斗受场的幕后英雄们 他们的智慧 勇气和辛勤工作 为古罗马帝国的娱乐业 贡献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下次当你欣赏到古罗马斗受场的电影或文学作品时 别忘了 那些在美光灯下闪耀的决斗室背后 还有一群真正的幕后英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谈论了三个充满历史意义的故事 阿拉莫堡的英雄故事 铁达尼号的未传之谜 钻石项链 古罗马斗受场的幕后英雄 这些故事都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情节 但它们都展示了人类的勇气 毅力和创造力 阿拉莫堡的英雄们 展现了无所畏惧的精神 他们选择与逆境抗争 即使直到胜算渺茫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效仿 无论是在考试中 工作中 还是生活中的任何困难时刻 铁达尼号的未传之谜 钻石项链提醒着我们 有时候虚构的故事和象征 更能触动人心 这颗虚构的钻石项链 代表着爱情 悲剧和人类想象力 它让我们反思自己 对于爱情和自由的追求 也让我们明白 有时候一个故事的力量 比一颗真正的宝石更加深远 古罗马斗受场的幕后英雄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大型娱乐场所背后的 辛勤工作和默默付出 这些幕后英雄们的智慧 勇气和努力 为观众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娱乐 同时也维护了整个斗受场的运作 在这个充满历史的六度世界中 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中学到很多 我们可以从阿拉莫堡的英雄们 学到勇敢面对困难的精神 从铁达尼号的未传之谜 钻石项链中 学到爱情和想象力的力量 从古罗马斗受场的幕后英雄中 学到辛勤工作和默默付出的价值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有任何问题 或者想与我分享的故事 请在下方留言 我期待着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 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12月3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 来自全球媒体的 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国出台金融风险一省一策方案 彭博社 中国国家金融监管局 呼吁各省制定各自的金融风险应对方案 此举出台之际 人们担心政府债务过于集中在地方层面 该机构将重点调查 构成重大风险的个人 并努力纠正市场混乱和破坏性行为 此前 10月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承诺解决地方债务风险 监管机构还计划建立解决消费纠纷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 中国监管机构将加快小型金融机构改革 美国雅虎 国家金融监管局NFRA局长表示 国家金融监管局NFRA是监管中国57万亿美元金融业的监管机构 将加强对该行业的监管 并加快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改革 监管机构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 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 重点关注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破坏市场秩序的关键人员和行为 美国高级将领仍在等待中国有关军事关系的消息 日本时报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查尔斯 P.O.布朗将军表示 他正在等待中国关于恢复两军关系的答复 他强调与盟友和对手进行对话 以防止误判的重要性 美国和中国正在寻求稳定关系 富英港人复杂人生 只有一半有工作 南华早报意见 最近对通过英国国家海外签证计划 移居英国的香港移民进行的一项调查 揭示了他们面临的困难 包括寻找与其技能和资格相匹配的工作 这项由智库英国未来和保护香港人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发现 目前只有一半的移民有工作 其中许多人从事与他们的资格不相符的工作 调查还显示 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 移居英国后他们的财务状况恶化了 如果债权人否决其处理巨额债务的计划 中国开发商恒大将面临清算风险 美国雅虎 香港高等法院周一举行听证会 决定负债累累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的命运 如果公司的重组计划被债权人拒绝 公司将面临清算 恒大是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 其董事长许家印正在接受中国警方的调查 该公司于2021年首次违约 当时北京政府收紧了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 以冷却房地产泡沫 这场危机还影响到了中国的影子银行业 警方正在调查影子银行中止企业集团 640亿美元的负债 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风险上达成共识 但他们能看到过去的军事技术竞争吗 南华早报 中国和美国同意共同努力规范 人工智能AI的军事应用 然而 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分歧 尚不清楚 他们是否能够超越国际层面已经达成的共识 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使用 引起了人们对平民影响和道德问题的担忧 人们担心人工智能可能被用来识别目标 发动网络攻击和传播虚假信息 中国和美国都赞同人类应该继续控制 人工智能系统的观点 但对于描述这种控制的具体语言存在分歧 关于在军事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国际协议 很少有具体的监管机制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OS缺乏通用定义 阻碍了对其进行监管或禁止的努力 中国和美国一直在就人工智能举行利益会议 可能有可能就人类控制在和决策中的重要性 发表联合声明 人们越来越担心语音坠毁可能会削弱日美同盟 日本时报 近日 一架美军语音飞机在日本坠毁 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安全担忧 尽管东京要求停飞这架飞机 但美国仍继续直飞这些飞机 专家认为 美国应该回应日本要求该国军事基地更好运作的要求 而日本则应该坚持要求美国停止语音飞行 并提供有关追击事件的详细信息 如果两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当 削弱了公众对其联盟的支持 那么面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自信 两国的威慑力可能会减弱 菲律宾天主教弥撒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纽约时报 菲律宾南部马拉维的罗马天主教弥撒发生爆炸 造成四人死亡 五十人受伤 据信是手榴弹或自制炸弹引起了爆炸 当局怀疑伊斯兰国在菲律宾的分支机构参与其中 该事件发生在绵兰老州立大学 该大学仍受到2017年发生的战斗的影响 日本和法国公布新路线图以加强国防和经济安全 日本时报 日本和法国就加强两国防务和经济安全合作的新路线图达成一致 路线图设定了到2027年各领域合作的目标 并强调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两国在印太地区都有战略利益 日本主张自由开放的印太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法国在南太平洋拥有海外领土 台湾总统蔡英文 投票时想想香港发生了什么 美国雅虎 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选民在下个月投票时考虑香港的局势 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DPP是支持独立的政党 他声称 投票给支持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反对派国民党PNT将是投票给战争 他说台湾想要有尊严的和平并承诺加强国家的防御 中国共产党一贯反对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 而国民党则将一月份的选举视为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择 前官员称中国有更大空间降准而非降息 美国雅虎 一位前央行行长表示 中国明年可能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此番言论发表之际 中国经济正在努力从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中复苏 并面临着对主要房地产开发商债务问题的担忧 这位前央行行长表示 中国将继续实施与这一方针相一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他还表示 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比降息的空间更大 中美利差可能会趋于稳定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今年第二次访华 路透社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即将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卢卡申科今年第二次访华 会谈议程包括贸易经济投资和国际合作问题 中白两国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中方也从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然而 卢卡申科和习近平都呼吁为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 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22个月 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obriff.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周庭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 自曝曾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 周庭 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周庭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 自曝曾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 周庭 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的详情是什么 周庭认为自己一辈子不会回到哪里 为什么 周庭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 自曝曾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 自由亚洲电台 再有香港政界人士宣布流亡 现正在加拿大留学 仍深系国安法罪行的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 突然在IG发文宣布 不会在本月底返回香港报道 一集是他决定弃保流亡加拿大 他在文中道出 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 所指的就是他自曝曾被国安警以护照作威迫 返回中国参观 及写下感谢警方信件 周庭于香港时间周日3日晚上10时 突然发文宣布流亡的决定 并附上一幅两地相隔大海的画作 本年9月中到加拿大留学的周庭 早在2020年底 被控在2019年6.21当日包围警总 判录于10个月 扣检刑期后于2021年获释 但他同时因涉及国安法 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保释后查 护照亦被警方扣起 国安警跟我秘反一次大陆 周庭在帖文透露 今年7月初国安警向他表示 若要取回英保释而被收起的护照 到加拿大升学 则要跟我秘反一次大陆 他考虑过会否主动送中 但又认为在国安链前没有拒绝的权利 于是8月某一天 在取得回乡证后没多久 便在5名香港国安人员的陪同下到了深圳 在1日的行程中 包括吃喝玩乐 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 以及腾讯总部 了解中国及共产党发展 以及祖国的科技发展 在参观时亦被强行要求在景点打卡 周庭表示 全程没有与任何官人党员见面 但感到一直被监视 他强认为 如果一直保持沉默 这些照片或许有天会成为他爱国的证据 周庭 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回港后 他被国安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 使我能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亲笔信件 更透露在早前的几个月已被迫写过好几封 最后 国安警将护照交还给他 9日中离港到多伦多升学 原本国安要求他12月底大学暑假时反香港报道 但在加拿大三个月 考虑到香港的形势 自身安全 生理及心理健康 决定不回香港报道 这决定一级等同宣布弃保 流亡加拿大 他不会严 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周庭解释 如果返港 即使国安不拘捕或收回护照 也有可能会提出条件或问话 要满足到这些要求才能返回加拿大 甚至日后在返港报道时 随时以调查为由禁止出境 他强调 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 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了 这样下去 即使我人安全 身体和心灵也会崩溃 周庭梅交代会否与家人断绝往来 他表示 并不是一开始便有弃保的打算 到加拿大后还买了回港的机票 他指 如果有人要说我处心积虑欺骗国安 那绝对是错误的陈述 周庭没有交代会否如罗冠聪的做法 与家人断绝关系 他只在文章最后吐出心声 只几年来感受到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东西 自己终于不用再为会否被捕而担忧 周庭 周庭 香港政治活动家的途径与流亡 早期生涯与政治觉醒 周庭 全名周庭 Agnes Tauting 1996年12月3日生于香港 是一位知名的香港政治活动家 和前学生领袖 周庭的政治参与始于他的中学时期 当时他加入了由黄之锋等人成立的 学生组织学民思潮 2014年 周庭因参与香港的雨伞运动而声明确起 该运动主张香港应实行真正的普选制度 在雨伞运动期间 周庭作为学民思潮的发言人 积极参与抗议活动 并在媒体上频繁露面 政治参与与立法会选举 随着政治影响力的增长 周庭与黄之锋和罗冠聪 共同成立了政党香港众志 并担任副秘书长 2016年 周庭有意参选香港立法会新界东选区补选 但后来因年龄问题未能成行 2018年 他再次计划参选香港立法会选举 但被选举主任以不真诚支持基本法 唯有取消资格 反送中运动与逮捕 2019年 周庭成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 反送中运动的核心成员之一 同年6月21日 周庭参与了包围香港警察总部的活动 并因此被控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2020年12月2日 周庭应该案被判处10个月监禁 后于2021年获得提前释放 国安法下的压力与参观中国大陆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周庭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 2021年7月 周庭透露 国安警察以取回被扣押的护照为条件 要求他前往中国大陆参观 在国安人员的陪同下 他被带到深圳参观了多个地点 并被要求在景点打卡 此次参观给周庭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并在后来的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流亡加拿大与未来展望 2023年9月 周庭利用取回的护照前往加拿大继续学业 在加拿大逗留期间 他深思熟虑后决定不再回到香港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及自由 周庭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决定 并表示他可能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此举意味着他选择了流亡的道路 以避免进一步的政治迫害 周庭的流亡标志着香港政治风波中 又一位年轻活动家的去向 他的故事反映了香港当前的政治气候 以及国安法对个人自由的影响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 周庭仍然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 他的行动和决定将继续激发 关注香港民主运动的国际社会 周庭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的详情是什么 周庭被国安警带反中国参观的事件 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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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变化 该法律的实施导致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捕 社会气氛紧张 周庭作为知名的民主派人物之一 身处其中 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压力和不确定的未来 护照被扣与参观条件 周庭向公众透露 2023年7月 他的护照被香港国安警察扣押 为了取回护照 以继续在加拿大的学业 国安警察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必须随警方前往中国大陆进行参观 被带往中国大陆的过程 根据周庭的描述 2021年8月 他在5名香港国安人员的陪同下 被带到了中国大陆的深圳 此行程被安排在他取得回乡证后不久进行 周庭没有提供具体的日期 但根据他的陈述 可以推断这次参观 发生在他取得回乡证后的短时间内 参观的内容与经历 在深圳的一天行程中 周庭被安排参观了改革开放展览 以及腾讯总部 他被要求了解中国及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以及祖国的科技发展 此外 周庭还被强制要求 在各个景点打卡 记录他的行踪 周庭表示 尽管没有与任何官员或党员见面 他感到自己一直处于被监视的状态 心理影响与后续要求 回到香港后 周庭被国安警察要求 书写亲笔信件 内容为 感谢警方安排的参观 赞扬中国的发展 周庭透露 这并非他第一次被迫写下此类信件 而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已被迫写过多次 决定流亡的转折点 经历了这次参观后 周庭在加拿大深思熟虑 考虑到香港的政治形势 个人安全 以及心理健康 最终决定不再回香港报道 这一决定等同于宣布弃保并流亡加拿大 意味着他可能永远不会返回香港 结语 周庭的这次参观事件 揭示了香港国家安全法下 个体面临的政治压力和身心挑战 周庭的流亡决定 也为国际社会 关注香港人权和自由状况 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的遭遇成为了香港当前政治环境的一个缩影 引发了对香港民主运动未来的深刻思考 周庭认为自己一辈子不会回到哪里 为什么 周庭 面对流亡与不归的抉择 引言 周庭 香港政治活动家及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 因其在香港的政治活动和观点而广受关注 在面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压力和个人安全的威胁后 他做出了重要的人生决定 不再返回香港 本文将探讨周庭做出这一决定的背景和原因 政治活动与逮捕经历 周庭因参与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 而成为香港民主派的重要人物 2020年12月 他依涉嫌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中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捕 并于2021年获得保释 国安法下的生活限制 在国安法的影响下 周庭的政治活动受到限制 他的护照被扣押 行动自由受限 2023年7月 周庭被要求在香港国安警的陪同下前往中国大陆参观 这一经历加剧了他对未来的担忧 流亡加拿大的决定 在完成被安排的参观后 周庭于2023年9月利用取回的护照前往加拿大继续学业 在加拿大的时间里 周庭深刻反思了香港的政治形势和个人处境 最终决定不回香港报道 选择流亡加拿大 不归的理由 周庭认为自己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个人安全的担忧 周庭对于自己在香港的安全感到担忧 国安法的实施使得他担心 回到香港后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逮捕 或其他形式的政治迫害 心理健康的考量 被迫参与的中国大陆参观 给周庭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力 他不愿意再次经历类似的心理创伤 自由与尊严的追求 周庭渴望保持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不愿意在政治压力下 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 政治形势的变化 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 使得周庭对香港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他认为回归可能无法继续 从事他所热爱的政治活动 结语 周庭的决定反映了在国家安全法框架下 香港政治活动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他的选择不仅是对个人未来的规划 也是对香港当前政治状况的无声抗议 周庭的故事将继续激发国际社会 对香港民主与自由的关注和讨论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